大家好,歡迎回到尼愛麗絲的頻道 上次拍了現在外港碼頭的狀況給大家看 今集會繼續由上船開始 過到香港之後整天的行程 這次就是搭自尊噴射船 經濟位會在上面那層 基本上都坐滿了九成的客人 我已經下船過關了 剛剛經過的地方跟以前一樣 分別不大,只是信德中芯有很多店舖 仍然是圍了板 今日第一站要去的地方是中環街市 自從活化之後我都沒有去過 所以都很想去逛逛看看 由信德中芯經天橋去到無限極廣場 出到來就會是德庫道中,即是電車路這裡 沿途大概走五至八分鐘左右就會到了很近 中環街市早在1939年落成 由第一代開始慢慢演變到第四代 現在活化之後 裡面仍然保留了以前街市的一些建築元素 我們一起進去探索一下 有點肚餓 隨便選了一間直試去吃個午餐 未開始吃已經聞到很香的藥線湯 有奢侈吃 我決定選一個麻辣口水雞和藥線灌湯的刀削麵 份量都幾多 配上野飲這個餐是88元 野飲我就選了凍檸茶 我知道現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用澳門的電子支付工具MP 好像平時一樣打開給錢的擺面 再轉回澳門境外選擇地區是中國香港 這樣就可以給個商戶掃個Code 看到有Alipay這個Logo就可以用MP去給錢 吃飽飽之後到處逛逛消化一下 其實這裡都幾舒服 又有食肆又有不同的商戶 見到有東西想買 買回一盒吃先 見到這間店鋪 門口都貼了Alipay的標誌在這裡 等我又用MP付錢 真是很方便 記得用的時候要選擇澳門境外 和地區是中國香港 出來的二維碼可以給商戶收款 等一會就會顯示澳門元的金額是多少 亦都有匯率可以看到 買了這盒蝴蝶餅 因為我很喜歡吃 我們繼續在這裡看看其他不同特色的小店 這層亦都連接了天橋 可以通往半山的行人扶手電梯 中環街市的另一個出口 就在皇后大道中 如果想上去半山 就可以在裡面行天橋 直接通往自動扶手梯 如果是好像我這樣走出來的話 亦都可以過馬路回到對面 再上去自動扶手梯上半山 我好快已經上來接駁扶手梯的天橋 既然今天來了這一區 當然順便要去另一個景點 就是大館 即是舊的中區警署 它的位置是中環的荷里活道 大館曾經是香港警察總部和中區警署 還有以前的維多利監獄 中央裁判司署的建築群 現在已經成為香港的法定估值 在2018年5月29日正式對外開放 免費入場參觀 這些建築群現在活化之後 已經在這裏有截圈 裏面有瞭望桌 表演廳、展覽廳、畫廊、食詩和零售店等等 愛麗絲就會周圍走走走走 當然不少得要看活化後的監獄 今天都頗多遊客 來到這裏打卡 這幅就是以前中區巡邏地圖 進到這裏有好多建築物都好有特色 除了可以去餐廳吃東西之外 在周圍拍照打卡都很不錯 走過來法院亭這一邊 剛巧見到有雪糕賣 我剛才已經去了很多不同的樓層參觀 今天天氣好熱好熱 看看有什麼口味 有12款那麼多 這間店又見到有Alipay Hong Kong這個標貼 讓我又用NPay付錢 操作跟剛才兩次一樣 選擇澳門境外和地區是中國香港 見到Alipay這個版面就可以付錢了 最終我選了芒果和開心果這兩款口味 夏天吃芒果味真的好消暑 在大館這裡有兩個文化古蹟展覽很值得去參觀 就是維多利監獄的B倉和D倉 愛麗斯簡單地參觀一下B倉 而這裡也是在2023年11月16日才正式開放 在B倉這裡可以看到以前鐵窗的生活是怎樣 也都展出了很多幅關於以前監獄的一些照片 令到進來參觀的人士更加了解以前的歷史 已經參觀到七七八八了 這裡的地方很大可以慢慢看 現在離開這裡準備去下一站銅鑼灣 沿路下回去搭電車過去 很快已經來到Times Square 我就約了家人在這裡吃晚飯 晚飯之後才搭船回澳門 現在我要去沙沙買少許東西 付錢之前都問了職員 可否用Alipay合作錢包 他說可以我就直接打開MP了 按進去澳門境外和地區選擇中國香港 操作上非常簡單 亦都很順利地完成付錢 過去對面Times Square走一會兒 然後再到City Super買東西 在Lock On這裡又買了東西 又用MP付錢 今天幾次買東西都是用MP 我也覺得真的很方便 已經和家人吃了晚飯 準備回到順德搭船走 今天整天的消費都是用MP 確實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眨眼已經回到碼頭準備上船 這裡基本上和以前都一樣 沒有太大分別 今集的分享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這條片 記得訂閱、留言、讚好和分享 按下小鈴鐺 有新片出就不會錯過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等一下 可以見到的 那現在就已經有多少 我們現在是有更多的 換一下 我們下條片 那一位 現在是是… 我們下條片